优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 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 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 人之智慧遗其 对付各种问题之外 尚有余力 从容出之 虽有幽默 或者一旦聪明起来 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 处处发现人类的疑惑 愚笨 矛盾 偏执 自大 幽默也就跟着出现 如波斯之天文学诗人 和麦卡严姆 便是这一类的 三百片中唐峰之无名作者 在他或他感觉人生之空泛 而唱子有车马 扶持扶驱 晚期死矣 他人是鱼之时 也已露出幽默的态度了 因为幽默只是一种 容不迫的达观态度 正风子布尔斯 岂无他人的女子 也含有幽默的意味 道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 虽有纵横议论 百合人士之幽默思想 及幽默文章 所以庄生可谓称为 中国之幽默十足 太史公称庄生滑稽 便是此意 或所幸追缘于老子 也无不可 战国之纵横家 如鬼谷子 淳于坤之流 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 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 却忽视精力饱满 放出异彩 久留百家 相继而起 如满亭春色 齐花一会 各不相摸 而能自出齐态以争吟 人之智慧 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 各疏性灵 发现光大 人之思想 也各走各的路 各物穷礼 各逞齐齐 齐则变 变则通 故毫无酸腹气象 在这种空气之中 自然谨愿于超脱二派 杀身成人 名微不惧 如莫敌之徒 或是如官如福 一位左官 如儒家之徒 这是谨愿派 把一毛 以利天下而不畏 如羊猪之徒 或是长喜仁义 决胜气质 看穿一切 如老庄之徒 这是超脱派 有了超脱派 幽默自然出现了 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 比风是犀利的 文章是远大远方 不过细景的 滋滋未立滋滋未义的人 在超脱派看来 只觉得好笑而已 儒家金金拘职 锅锅之后薄尺寸 守丧之七线年月 荡不起装生的一声狂笑 于是 如与道 在中国思想史上 成了两大势力 代表道学派 与幽默派 后来 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 为帝王所利用 或者儒者 与君王互相利用 压迫思想 而造成一统局面 天下俯如岁出 然而 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 一种对人生的批评 不能因君王道统之压迫 遂归消灭 而且道家思想之全员浩大 老庄文章气魄 足使其效力里是不能磨灭 所以中国以后的思想 表面上 似是独尊儒家道统 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 中国人得事时都信儒教 不遇时都信道教 各自悠悠临下 寄托山水 以养性情缺了 中国文学 除了御用的狼庙文学 都是得利于幽默派的 道家思想 狼庙文学 都是假文学 就是经世之学 狭义言之 也算不得文学 所以 真有性灵的文学 入人最深的引勇诗文 都是规反自然 属于幽默派 超脱派 道家派的 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 中国若果 真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 中国诗文 不知要枯燥到如何 中国人之心灵 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老子装生 固然超脱 若装生 观鱼之乐 蝴蝶之梦 说见之欲 挖鳖之鱼 也就够幽默了 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 此所言者 其人鱼骨皆修矣 独起言在耳 无闻之 梁甲身藏若须 君子盛德 容貌若鱼 去子之交气 与多欲 太色与银质 若是而已 无论是否战国世人 所委托司马迁所误传 其一股酸溜溜气味 令人难受 我们读老庄之文 想见其为人 总感其酸辣有余 温润不足 论其远大摇身 披尼一事 却忽视真正comic spirit 说现下的表现 然而 老子多苦笑 装声多狂笑 老子的笑声是尖锐 装声的笑声是豪放的 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 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 到了愤与急 就试了幽默温厚之指 屈原假意 很少幽默 就是词礼 因为幽默是敦厚的 超脱同时加入悲天敏人之念 就是西洋之所为幽默 激井犀利之讽刺 西文 谓之欲提 wit 反而是孔子个人温而立 恭而安 无是 无必 无可 无不可 尽于真正幽默态度 孔子之幽默 及儒者之不幽默 乃一最明显的事实 我所娶于孔子 倒不是他的 促及如隐 而是他焉居时之 寻寻如隐 俘如所娶的是 他的促及如隐 而不是他的 寻寻如隐 我所爱的是 失败时幽默的孔子 是不愿做袍 刮戏而不识的孔子 不是成功时 年少气盛 杀少正老的孔子 俘如所爱的是 杀少正老 而不是无语点 也幽默 自识之孔子 孔子寂寞 孟子又能诙谐百出 于东家墙而搂其女子 是今时士大夫 所不削出于口的 其人一期一切之欲 亦大有讽刺气味 然孟子 亦尽于欲涕 不尽于幽默 理智多而情感少顾也 其后 如者日趋酸腐 不足谈了 爱 不做烂调 不扭泥 做到学丑态 不求士大夫之喜悦 不博庸人之欢心 自然幽默 幽默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在西文用法 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 连笔俗的笑话在内 西文所谓幽默刊物 大都是偏于粗笔笑话的 若笨桌等杂志 格调并不怎样高 若法文苏莱尔 英文Bellyhood之类 简直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文字 在狭义上 幽默是与欲踢 讥讽 也于区别的 这三四种风调 都含有笑的成分 不过笑本有苦笑 狂笑 淡笑 傻笑各种的不同 幽笑之利益态度 也各有不同 有的是酸辣 有的是和缓 有的是鄙薄 有的是同情 有的是片语解疑 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 有思想的寄托 最上层的幽默 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 与智慧的丰富 如麦列蒂斯氏所说 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 各种风调之中 幽默最富于情感 但是幽默与其他风调 同使人一笑 这笑的性质 及幽默之技术 是值得讨论的